淘宝开店就上店长之家 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学习由我们店长之家出品的淘宝开店视频加程 今天我们接着学习手机淘宝系列课程的第二课 手机牵牛的使用技巧 我是店长之家的讲师淘宝天下 屏幕上方有我的QQ号码 如果大家在学习过程中有什么误 一问的话可以加我的QQ进行咨询 今天的话我们的课程主要讲解手机牵牛的一些 比如说聊天之类的一些技巧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行手机屏幕的演示 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就是我们手机牵牛的一个工作台界面 上一节课程的话 我给大家讲解了界面的一些基本的操作 今天的话我们主要来讲解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如何设置自动回复 因为我们手机挂着的话 有可能顾客咨询的时候我们不能及时的回复他 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如何设置手机牵牛的一个自动回复 设置自动回复的话我们是要需要用到一个插件 在这里有一个其他插件 如果大家进入到这个工作台界面之后 其他插件没有显示在这里的话 那我们可以点击最后面这个夹号 点击这个夹号的话 在这里面找到其他插件 在最后这个位置 其他插件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我们再返回到工作台界面就有了 我们点开这个其他插件 点开之后的话 在这里面有一个自动回复 这里还需要说一下 有可能大家进来之后没有自动回复 同样的我们也是在其他插件里面 在这里的话我们把这个其他插件点开 点开之后的话 在这下面就是其他插件的下面 还有很多的一个选项 我们找到自动回复 这个位置我们把它勾选上 勾选上之后 我们再返回打开的话就有了 打开其他插件 这里就会有自动回复的 那么我们点开自动回复 点开之后的话会进入到这样一个界面 有一个个人和团队 我们只需要设置个人的就可以了 这里有一个当天首次咨询自动回复 就是说我们今天第一次收到买家的咨询消息的话 系统就会进行自动回复 关于自动回复的内容的话 是在这下面进行设置的 我这里之前已经设置过了 所以说这里会显示一条消息在这里 如果大家没有设置过的话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箭头这里 点击进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添加自动回复的一个用语 比如说如果我们在线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请欢迎光临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同样的 如果我们暂时不在线 或者有其他事情在忙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再添加一条 比如添加 请掌柜有事暂时不在 某某某之类的 比如说下单之后 我们当天就发货 我们在这里面写上内容就可以了 写上内容之后点击保存 这里的话我们随便写一下 比如说掌柜有事不在 关于这个具体的内容的话 就是大家自己进行添加 添加好之后我们点击保存 现在的话我们的一个自动回复用语就添加上了 比如说我们不在 那么我们就选择 选择这条 把它后面的一个勾 点上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自动回复的用语就是我们最后面这条了 这个大家是可以自由进行添加和选择的 选择好之后我们点击返回 选择好用语之后的话 大家记得把这个打开 就是当天自动 当天首次咨询 自动回复后面这个开关打开 这样的话 有人咨询的时候才会才能够进行自动回复 同样的如果我们要取下这个自动回复的话 我们就把它关上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自动回复的一个设置 接下来的话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一个快捷用语的一个编辑的一个添加情况 大家在前景工作台最下面这里点到我的里面 点进来之后的话我们选择一个设置 在设置里面我们点开聊天设置 打开聊天设置的话 第一个就是编辑快捷快捷短语 这里我们之前有系统自带的一个快捷短语 也有我们自己添加的比如说清本链所有商品都是保有的之类的 那么如果大家要添加新的一个快捷短语的话 直接点击右上角这里的加号 点击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输入一个内容了 比如说有的问题的话是买家经常咨询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把我们的一个回复的语言在这里添加上 那么当买家咨询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这个快捷短语进行回复 就不用每次都打字了 这样的话回复起来要方便很多 我们在这里输入内容 比如说我们随便输入一下 比如有顾客向我们讲价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清 本店 新开张 所有商品的话都是优惠价 当然这个语言的话我是随便写的 大家下来的时候就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进行编辑 点击好之后我们点击右上角这里的保存 这样的话我们自动快捷短语就添加好了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进行添加的 大家就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添加 添加好之后的话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快捷短语如何使用 我们返回去 返回到聊天的窗口 聊天窗口里面我随便打开一个聊天 比如说这个当顾客在进行咨询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快捷用语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左下角这里有一个消息的一个 表示我们点开这个 在这里的话在最下面我们选择个人的一个快捷用语 第二个是我们个人的快捷用语 第三个是团队的快捷用语 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选择上了 比如说Google在和我们寻价 那么我们直接选择第二条 点一下 那这条快捷用语的话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消息的一个输入窗口了 我们点击发送就可以直接发给顾客了 这种的话是比较方便的 一般的话做的比较好的店铺 他们很多问题都是设置了这个快捷回复的 这样的话可以减少我们的一个打字量 可以同时接待很多的顾客 这就是我们快捷用语的一个使用 就是大家记得编辑好之后 我们是在个人这个选项里面的 就是我们第二个选项里面才有 其他的选项里面的话是没有的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经常用的 我们已经使用过的 它会显示在这里 就是在前两个里面进行选择 第三个是团队的 这个团队的话我们用的很少 这就是我们快捷用语的一个使用情况 接下来的话是我们聊天的表情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聊天表情的一个选择 在和顾客交流过程中的话 我们多使用表情是有助于和顾客之间进行沟通的 这些沟通技巧的话 我想大家如果平时经常聊天的话都是会的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要给顾客发送图片 怎么发送 在我们聊天的一个输入窗口 最后面这里有一个加号这个箭头 我们点击这个的话 就可以在这里进行图片的发送 或者是语音的发送 都可以在这里进行发送的 直接点击这个发送图片 就可以选择我们手机里的图片 或者是拍照发给顾客 另外一个就是发送语音 我们点这个的话就可以给顾客发送语音了 一般的话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两个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用的手机 但是顾客要让我们给他发一个商品的链接 那么我们该怎么发 也是在这里有一个推荐商品 我们点击这个推荐商品 点击之后的话 就可以看到这里是我的推荐 因为我的推荐这里 我们之前没有进行过推荐 所以说这下面的话 没有宝贝的列表 那么我们可以点这个 如何添加我的推荐看一下 在这里的话 它就有一个提示 就是把产品的最后这个型号点亮的话 就可以添加到我的推荐里面了 我们来设置试一下 这里的话它是显示我们新品 就是店铺新商家的一个产品 有可能我们店铺有的产品 没有显示在这里面 那么我们选择这里的一个销量 点击这个销量的话 就是店铺所有的产品都在这里了 那么我们把后面这个型号点亮 点亮之后的话 就已经成功的添加到我的推荐里面了 我们可以把店铺热销 店铺的一些热销产品 都添加到我的推荐里面 这样的话 我们再返回去看一下我的推荐 在这里就有我们的产品了 比如说我们要发送一个产品链接给顾客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产品 就可以发给顾客了 直接点一下这个宝贝 就可以发送到和顾客的聊天窗口里面 他就可以进去拍了 因为我这里的话是一个顾客 他之前已经买了 我们这里不方便再点击了 大家下来的时候可以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 关于前九工作台的一些聊天的情况的话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节课程的话 我会给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当我们前九工作台有订单之后 我们应该如何查看 以及我们的订单改价之类的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课程 如果大家在学习过程中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登陆店长之家观看更多的课程 我有新的课程之后也会在店长之家上面请发布 同时的话 请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屏幕的右下角有二维码 用微信扫一下就可以关注了 我们会在公众平台上面给大家推送一些最新的电商资讯之类的 对开店的朋友的话是比较有用的 关于今天的课程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本台加成版权归属店长之家所有 刀版刀卖必究 谢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学习愉快